就已經很瘦了 還一直說要減肥 我真的直接一個白眼翻到屁眼 嘿喲,What's up OK,最近我在生活中發現了一個非常奇怪的人 而這些人他們明明講的都是中文 可是我卻看不懂他們到底想要表達什麼 原來他們講的話都不是話 盡是一些幹話 我不懂為什麼這世界上會有一些女生 明明已經瘦得像人甘了 卻還要一直跑到我面前跟我說他們想要減肥 然後我就會滿腦子的黑人問號 我就會看著他那個乾巴巴的身材 是怎樣 你是在諷刺我很胖還沒有自知知名 還不敢回去減肥 而且這些人真的是超級有病 明明才胖一公斤 反應卻好像胖得跟精神變成胖 在那邊一直說 吼,我真的變超胖的啦 真的啦 吼,你看這是什麼 都是肉 我嚇得掉了啦 我肥子不要再吃飯了 我真的直接一個白眼翻到屁眼去 明明就已經很瘦了 還一直說要減肥 你知道這行為就像什麼嗎 這就好比館長今天一直跑來我面前跟我說 他覺得他弱得像是雞一樣 要去健身之類的 呃,館長這只是比喻 如果你看到這影片不要來揍我 我禁不起你一拳 又好比彭玉燕跑來我的面前跟我說 欸我覺得你長得跟我好像 又好比彭玉燕跑來我的面前跟我說 女生看到他就想要吐 如果再不去整形 會讓家族蒙羞一樣的意思 我這影片不是在說 你們不能減肥 你們對自己的身材要求比較高 那很好 那很棒 但至少不要跟一個 比你還要胖的人 一直講這種屁話 好啦,但其實我也知道啦 女人真的一輩子 不可能對自己的身材感到滿意 一輩子都會看自己身上的某一塊肉不爽 就好比看到 現任男朋友的前女友一樣 恨不得直接把那塊肉給扒了 幹,你最好是剛剛給我離開喔 但是你們要搞清楚一個重點 並不是越瘦越好看 比例才是重點好不好 而且減肥歸減肥 不要為了減肥而把自己身體給搞壞 在那邊莫名其妙搞絕食 你以為你是乾地喔 身體還是要酷 好不好 你們這樣減到的不是肉 你們減到的是腦 好啦,你們嗨,我不知道怎麼做結尾了啦 好好照顧身體啦 掰掰